大概说明一下 那个FOR迴圈把那个纠线发表的输出 那输出的逻辑基本上大概就这样 就是这边假设是第一列的话 你会发现前面就列好 前面都是一样的 有没有第一列 这是第二列第三列到第九列 那后面的话呢 后面这个数字就是前面好像叫被乘数 前面叫后面叫乘数 反正小学好像叫乘数 反正就后面就相乘的结果 所以第一次的话呢 前面不会变 后面的话会变 所以一到九 所以注意注意 所以如果你要写来学 假设你一下子没办法写一到九 你可以先写什么 先写一就好了 先变一个 后面再加上就可以 所以其实程式不是一次写完的 你可以慢慢先把简单的东西写完 再写复杂的东西 OK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那我的写法是这样 第一个 也许我们假设上面东西 我都把它砍掉 假设我们从最基本的来看 for i in range OK应该 我要的是后面变化的 所以我先解决什么 解决先解决一列就好了 假设我先产生第一列 那我后面会变的话就一到九 所以一到九的话 那我就是 for i in range 从一开始 从这边一 它包括产生一 然后呢 Range 9 就是十的前面那个数字 那后面是相乘的 假设我今天先跑第一个 那这边的话 Enter 我要print什么 这个输出的结果 这个输出的结果 就把一个print 那print的话 后面的话双引号 前面1是固定的 乘也是固定的 后面的话串接什么 串接这个 这个不固定 有没有 所以这个不固定的话 用i来输出 那再串接什么呢 后面等于 等于也是固定的 所以这边打个等号 等于什么呢 串接后面又不固定了 后面这个是什么呢 1乘上i OK 或者i乘上1也可以 反正这个 我打i乘上1好了 OK 然后呢 这个相乘的结果呢 帮我把它输出 OK 不过你会发现 假如我现在把它print出去的话 它应该会出现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 它会跟我讲说 你这个地方 这边是自串 这边为什么不是自串 TypeL 我前面讲过 Nazint 所以记得怎么样 你必须把 这边 int 这个 int 是string 就是因为4回圈 产生的一定是整数 然后你一定要先 把它转为自串 所以特别是这边 一定要加一个string 把它转换 那这边的话呢 一样要转换 转换成自串之后再输出 我们来输出看看 OK 那你会发现输出 1到9 没问题了 但是它现在是纵向的 哎呦 不要纵向 我要帮我接到后面去 那接到后面去的话 特别重要 printer 因为printer有个特性 它每printer 后面会自动帮你加一个换行 就是后面这边会加一个换行 所以如果你要把那个换行拿掉的话 豆点 加一个什么呢 end end 是指后面的那个换行 帮我去掉 所以如果你后面这个换行不要的话 你可以在printer 后面加一个参数 豆点 end 等于空的 就是不要帮我输出那个换行的意思 那它就全部帮你接在一起 就不要enter一下 不要enter 但问题没有换行 那会变成全部接在一起 所以如果不要让它全部接在一起的话 那你可以再加上什么 一个tape好了 不过我在这边后面加一个tape 这样执行一下 ok 所以你会发现它输出一个 就一个tape 有没有这个 不要换行 所以它不会帮你换到下面去 ok 一个一个一个 直到第九个 不过这边会多一个空 这个 但不影响 反正就多一个 但是目前呢 只有 就是第一列而已 所以如果在ESEL的概念里面是只有第一列 但第二列怎么办 第三列 一直到第九列 所以呢 我们只有一个for回圈只能产生一列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产生 后面再下来一列的话 欸 不过我们先按阶段 所以请各位第一阶段先 先做到这里 因为这边的话恐怕 你要注意 三个可能的细节 第一个 输出一定要转型 所以如果你没有转型的话 大概就会出现那个tape L ok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换行问题 因为它预设一定会 printer一定会换行 所以你要把换行拿掉 所以这第二个可能要注意 第三个就是说呢 如果我这个后面要加上 一个定位点的话 这个是第三个 所以一二三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你有办法到第一关之后 后面就简单了 第一个先输出一列 第二个再输出底下的所有列 那就ok了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后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大概就是说呢 其他部分 其实不管是python也好啦 其他语言也差不多 所以如果你假设 要用VBA改写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写出来的程式 也差不多啦 只是说一个是输出到哪里 一个是输出到 那个我们python的那个console 一个是输出到 实际上就可以产生 也可以啦 因为VBA我改写一下 逻辑基本上都差不多 只是说把程式改写一下 待会我会再比较一下 两者之间有哪个地方不一样 其实你就把不一样的地方记起来 大概以后无论你是哪一个环境 很快就可以做出一样的结果 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已经做出输出一列 那当然我后面还有输出 这个后面的九列 所以呢我可以怎么做呢 第一个在这个负回圈 要再多一个负回 所以再多一个负回圈 那我的习惯是把这个for 我已经多增加一个 那习惯一个叫forI 一个叫forJ 所以呢这个J的话呢 当然就下一阶 所以这个是产生 那我的习惯这个I呢 是产生前面这个数字 这个J的话呢 是产生后面这个数字 所以这个是for 这个是I哦 这个是J 所以假如说我今天 下面后面这个东西的话 那记得后面东西就是这个 所以刚刚是I 我把它全部改成用J 应该后面这个是I 这个应该J 所以我习惯是后面那个是J 前面那个是I 那所以呢我今天又多了一个J 其实或者刚刚应该先写J好了 反正没关系 然后呢 再来把什么前面这一个 这个值 刚刚E是固定的嘛 那你把它加到前面 不过加到前面 特别说一样是I 加上那个 那一样要转型 所以一样要把这个转型写在前面 先把它转型之后 然后呢 它会产生 不过你会发现它 那个回圈去处一定是会先把 里面这个回圈跑完 再跳出再去跑上面这个回圈 所以这个J一定是1到9 它先1嘛 然后1到9 再来这个2 再1到9 再来3 1到9 OK 所以跑的顺序是这样 那我们 这边前面 后面的话呢 是把它输出结果 I乘上J 理论上这样直接输出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刚刚其实只有改什么 改一个这个J的回圈 那并且 把刚刚前面这个1 改成I 然后把刚刚这边的那个1 也改成I 其他好像都没有动 好 那我们输出给各位看 如果这样输出的话呢 它会不会是如我们预期的 那你会发现呢 目前1到9 有了 但是问题来了 2 2到9 2到9 然后呢 这边奇怪 它少了一个东西 什么 换航 因为呢 我们这边 就是一律把它的Printer的换航都拿掉 变成它没有换航 但是该换航的时候 它没有换航 所以这个问题 就是 当它已经跑完一次回圈之后 它就帮我换航一下 那可是换航怎么办呢 其实我想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Enter 所以你要必须在 记得哦 不是在这一个FOR回圈里面去执行 而是在这个回圈的上一阶 做什么呢 换航 那换航有什么方法 当然你可以丢一个 反斜线N 可是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你干脆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Printer 因为Printer就是什么 如果你是空 它就Enter 它预设就是说 里面输出什么Enter 输出什么Enter 那它这样的话呢 如果当它跑完一个回圈之后 它会回到这边之后 换航 那再换下一个 这样感觉应该逻辑OK 我们试一下 直接执行一下 有没有 大功告成 所以程式就写完了 看起来没什么 其实都写了很多个版本 最后发现 一定要写一个最简单的版本 这个应该是最精简版本的 但是你想说 老师可是这个地方串接串来串去 其实也是眼睛很花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 可以让这边不要那边串来串去 可不可以让它写简单一点呢 当然可以啊 关键就是请你用Format Format 想说Format Format不是格式化 对 其实Format除了说格式化之外 它可以帮你把你要的字串 比如说你又有变数 有没有里面又有这些I跟J 然后有I乘J 这几个东西 资料归资料 格式归格式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 希望把这一行 再让它写的更简单一点的话 其实有一个方法 就是用 关键用Format 那怎么Format 我大概把最后再更简单的版本 再讲一下 这更简单的版本 跑一下 最简单的版本的话就是用Format 那怎么用Format 我们其实可以这样子 就是 第一个 我把这边 也许重写 第一个就是说我的格式 那我要输出的格式是什么呢 每一个每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 这每一个格式都差不多一样 一定是先一个I乘上一个J 再等于I乘J 再一个Table 有没有 所以你这边可以先把那个格式规则 那以后的话 只要是里面的变数 我们都用大瓜糊 表示 那大瓜糊里面如果没有冒号 什么格式的话 那它就是输出那个字 所以特别之后 这边的话 它的规则一定是一个I乘上一个J 然后再等于那个I追 那也是相乘的结果 那我们就假设运算的资料 或者是变数呢 我一律都用大瓜糊表示 那里面当然你也可以格式化 也可以不格式化 OK 重点是也可以也可以 那点 后面还有什么 反斜线T 你就一律全部打在这里 好处就是说不用像上面这样 还要这样串接 那有些同学对于 那个什么 哪些是自串 哪些不是自串 常常搞不清楚 不过我建议啦 以后你这不清楚 也要把它弄清楚 不然的话以后程式 也会写很容易发生错 我发现很多同学 错都是错在这些符号上面 OK 然后呢 我们如果要把上面改写的话 你就要什么 点 后面用format format之后的话 因为我们这边有三个大瓜糊 所以请各位后面瓜糊里面 就给三个大瓜糊的值 第一个是i 所以你就输入i 第二个是追 第三个是什么呢 i乘上追 这样就OK 意思就是说 前面的格式 它就会把这个值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把这个值 放到这个大瓜糊里面去 然后呢 帮你做格式化的输出 有没有 这个 它就输出到这边 然后它就是 第一次就1乘1等于1 然后 然后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理论上 这样应该看起来 比上面清爽一点 又简单一点吗 还是都一样困难 熟的都简单 不熟的话 好像怎么写都 真的喔 而且这插一个地方都不行 哪怕是你少打一个瓜糊 也是错 像这边我就是少打一个瓜糊 可怎么看出来 最后那个瓜糊 那个敏率就会很高 像很多同学 少打一个瓜糊 我就看不出来了 少打一个双影后 所以这些东西 你要把它视为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这些习惯没有建立好 你怎么打成是处处都是一只 冒出红线的东西 如果你养成好习惯 怎么打都是很轻松 惬意 而且马上输出 得到的结果一执行 就正确了 OK 而且他真的会蛮听你的话的 不过前提是你要很熟 所以执行之后的话 看一下结果要不OK 不OK 为什么 还差一个什么 想说 还差什么 其实就是这个 对不对 换行轻调 所以这边的话 请你在print 里面 再把那个换行 因为他一直换行 对不对 所以你马上敏锐度要很高 对 又少一个东西 没关系 少一个东西 就把它补上去不就好了 看一下 有没有 OK了 所以这个是最后的版本 看得懂的意思 所以以后这种上面写法也OK 下面写法也OK 所以上学期我们jungle 你也可以这样写 没关系 就是把它拿来server端 写那个网页的时候 用这样写也是可以的 很多同学就是一堆变 如果你很多那种变数障碍 那你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如果你没有障碍 像我是对这个上面写法 已经很无感了 写上面写下面对我来说 都没有差别的话 那你就写你习惯的方法就好了 OK 所以没有说哪种标准 那你会发现 每个工程师的习惯不一样 所以我看你的程式 跟你看我的程式 心情也会不一样 因为你看很清楚 我看就不清楚了 因为你习惯的方法 不见我习惯 我的逻辑也不见得你习惯 就像我现在写这种后回圈 可能你如果不习惯 你可以改写没关系 那当然前提就是说 我的习惯是 如果你要改写 前提是不要把程式越写越复杂 应该是程式越写越浅 简单才对 有些同学是习惯改写了 可是改完之后发现 哇你怎么写的这么复杂 明明这边有一条直径 捷径就直接走到了 你还在那边绕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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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还是到了 可是毕竟那种写法不太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刚刚的那个程式部分 我也会把就是我写完的程式 也在云端上也有 所以你们可以再看一下 那个云端上面 云端白板上面也有我们 我写完的那个程式 还有不是 是